小夫竟然离家出走了,一只红色的霸王龙成了他的妈妈,一起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 这天,快要过生日的小夫被电视上的中二情年洗了脑,生日并不代表年纪增加了一岁,而是意味着你已经长大了,如果不放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就无法成为了不起的男人。 小夫停后立即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家出走,打算进行自我锻炼,此时小夫妈端来了刚做好的生日蛋糕,小夫立马对妈妈表示自己的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可刚说完就打了一个大喷嚏,鼻涕都出来了。 可即使这样,小夫依然很坚定地告诉妈妈,我要离家出走,我要去很远的地方。 等小夫出门后,小夫妈才反应过来她要离家出走,可到底要去哪呢?小夫决定去问一下哆啦A梦,此时哆啦A梦和大雄不在房间,小夫发现房间里停着两艘飞船,她好奇地摁动了开关,飞船就打开了舱门。 等哆啦A梦和大雄回来的时候,小夫已经不见了,飞船也少了一艘,这飞船是未来百货公司送来给哆啦A梦试用的,并叫白恶技。 大雄他们立刻意识到,小夫已经达成这个飞船去了白恶技,他们赶紧驾驶另一台去寻找小夫,矿虎和地乡也跟了过来,这里遍地都是恐龙,完全就是史前文明的样子。 终于他们看见了小夫的飞船,却没有找到小夫的影子,这里可是白恶技到处都会有危险的恐龙在走动,幸好小夫很快就回来了,原来他是去上厕所去了。 多来蒙气呼呼的训取他不应该擅自乱跑,眼看两人要吵起来了,大家赶紧上前拉架。 现在小夫也找到了大家提议一起来一场白恶技旅行,但小夫却不想加入他们,他表示自己正在离家出走修行,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咬不起的大人。 胖夫取笑小夫,像你这种任性又娇生惯养的人,怎么可能在白恶技离家出走,在这里遇到危险叫妈妈,也没有妈妈会来救他的,而且靠他自己连食物也找不到。 小夫却有成竹地掏出一张金卡,说是用这卡就能买到他想要的东西了,但他却忘了,这里可是白恶技也,要去哪里刷卡呢? 小夫一想好像有点道理,但无论大家怎么劝道,小夫依旧坚持要自己一人冒险,说完转身就跑走了。 轻散不放心,赶紧让胖虎追了上去,小夫的修行还没开始就遇到了滑铁炉,树总两边突然出现了一大群小恐龙,吓得小夫和胖虎拔腿就跑,好不容易逃离危险的胖虎他弄迷失了方向,小夫又反自信地逃出了JPS,但这时候还没有架设卫星,当然也是用不了的。 没多久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满是恐龙蛋的坑,坑里只有一个完好的蛋,其他的蛋都被别的恐龙吃掉了,胖虎突发奇想,跑去抱走了那颗蛋,想着要么孵出小恐龙做宠物,要么做整间蛋吃掉,这时蛋的主人回来了,是一只红色的霸王龙,胖虎吓得拔腿就跑,小夫反应慢半拍,又不小心脚一怀摔在了坑里,霸王龙立刻就注意到了小夫, 小夫顶着弹壳瑟瑟发抖,胖虎跑到半路才发现,小夫没有跟上来,另一边,哆来梦他们也遇到了麻烦,这飞船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说自己是观光专用的,坚决不提供找人服务,没办法,哆来梦他们只能用走的,幸好没多久他们就与胖虎会合了,胖虎赶紧把情况告诉大家,众人回到坑边的时候,小夫和霸王龙都不见了,胖虎觉得小夫是被吃掉了, 伤心的哭了起来,可其他人认为现在还不能断定结果,还是有希望的,于是哆来梦拿出悬音手帐,手帐告诉了他们小夫的所在方向,胖虎祈祷着但愿小夫不是在霸王龙的肚子里,他们沿着巨大的脚印找了过去,路上,俊香很疑惑胖虎的肚子怎么变大了,胖虎谎称自己藏了一颗西瓜, 时间很快就到了傍晚,他们还没有找到小夫的踪迹,在晚上行动是很危险的,多来梦他们决定先扎营休息一晚,晚上大家都熟睡了,胖虎在半梦半醒之际,看到了眼前出现了霸王龙,他瞎得瑟瑟发抖,可被吵醒的众人,都觉得这只小恐龙超可爱,胖虎这才发现,原来是只小的, 显然,他是从胖虎抱来的蛋里扶了出来,没有攻击力的小霸王龙,让胖虎都露出了一幕笑,多来梦提议明天找到小夫的时候,顺便把小恐龙还回去,但这之前就由胖虎负责照顾,第二天,多来梦还特意准备了个硬癌车,胖虎推着硬癌车的画面真是习干十足,此时,一群受惊的腹节龙冲了过来,他们连忙躲避,大胸桃王必摔倒,多来梦想也没想, 直接护在了大胸身上,幸好他们俩都没什么大碍,因为腹节龙只顾着跑路,紧接着一只巨大的霸王龙出现了,他的嘴里叼着小夫,大家偷偷跟着霸王龙来到了海边,霸王龙把小夫丢在了地上,大家以为他要开吃了,多来梦紧张地在口袋里翻找,能对付霸王龙的道具,等他好不容易翻出空气泡石,却发现霸王龙对小夫并没有攻击倾向,反而,他还很温和地 掩饰着小夫,多来梦猜测,霸王龙是把小夫当成从自己的蛋里孵出来的孩子了,现在是不用担心小夫被吃掉了,但问题是,咋把他救出来呢 另一边,小夫趁着霸王龙喝水的时候偷偷跑开了,他刚降松一口气,在天空满选多时的翼龙就朝他冲了过来,大雄他们都快被吓傻了,危急时刻 霸王龙一下就咬住了翼龙,然后赶走了他们,显然霸王龙在保护小夫 随后霸王龙又叼走了小夫,多来梦他们赶紧跟了上去 好不容易等到霸王龙睡着,多来梦拿出道具,自动绳索,打算偷偷把小夫和小恐龙交换过来 但多来梦刚准备行动的时候,霸王龙就发现了他们 小夫醒来后,发现霸王龙不在身边,拔腿就跑 但很快,他就来到了一处悬崖 更糟糕的是,一只急龙正在步步紧逼 小夫吓得腿都软了,霸王龙及时从背后赶来,与骑龙周旋 这家伙也是个食肉恐龙,所以一点也不怕霸王龙 小夫这才意识到,原来霸王龙一直在保护自己 眼看霸王龙被咬住了脖子,陷入危机 小夫急得原地直跳,他想让霸王龙不要再管自己了,赶快逃 可这时多来梦出现,他们一起大叫吸引骑龙的注意 显然他们的策略成功了 激龙被吸引了注意力朝两人跑来 但关键时刻,主蜻蜓竟然没电了 小夫吓得大叫妈妈,霸王龙缓缓睁开眼睛 然后冲了过来,直接冲飞了激龙 没机解除,但霸王龙还一直追着他们要带走小夫 信箱一不留神,让硬儿车溜走了 但阴差阳错的,让小恐龙回到了妈妈面前 霸王龙发现这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于是,吊起小恐龙离开了 迎走前,霸王龙神神的看了一眼小夫 得来梦感叹道,跟妈妈待在一起真好啊 小夫这时才意识到,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她想妈妈了 回到家后,小夫妈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小夫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于是小夫妈立马掏出纸巾,帮她擦鼻涕 得来梦吐槽,这个人都出走到白恶界一趟了 怎么回来还是像个马宝一样 好了,本期问题 你和妈妈之间发生过什么趋势呢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 咱们下期见